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聊聊天 咱们聊一聊最近这不开会了吗 开会了 我看王志安做了一些视频 就是说 他一看这开会了 王志安就发现了 说参加会议的人 这不是富豪 就是特别有权利的这帮权贵 所以说他说 开这个会是亿万富豪和权利者的 盛宴 王志安做了这样的一期视频 他做这个视频 肯定是对当局是一种讽刺 或者是说对当局进行的一种 抨击也好 怎么什么样 你说王志安他抨击的有没有道理 他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他这期视频我都没有看 但是你就看这个题目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民众或者是说老百姓 没有话语权 就是中国人争苦 中国人争累 中国人争没钱 是吧 他其实他就是不外乎 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中心思想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 因此 为什么我现在已经就不怎么看那个王志安的一个视频 因为没有什么新鲜感 是吧 他骂也骂不出来新高度了 你看这个东西 他也就是你看的题目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他想说什么 有的伙伴给我建议吗 没事说说王志安 说有流量 其实 我说不说王志安呢 跟这个流量吧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现在对于这个我的油管的一个频道 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 咱们不能说叫这个自暴自弃啊 我还是这个 我不都要论出去了吗 我还是充满了希望 人家有个小伙伴说 说我出国了以后就避火了 是吧 那避火咱也不能 这不能说咱自暴自弃了 只能说什么呢 我现在比较随性了 是吧 就是这个格局打开了 先开了 什么东西呢 那不以这个流量为前提 以我自己的喜好为前提 如果流量的这个话题和我的喜好 哎 重叠了 那咱们就是聊一聊 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这样 还是以自我的一个这个 就是自我的一个兴趣为主 就比如说有的东西吧 就特别有流量是吧 但是呢 你说你让我去聊 不会聊 你聊一聊什么 明星之间的这些事啊 什么丑闻呢 或者什么这 这这那的 我也不是特别愿意去观醒那些事啊 所以说你聊这个我也聊不了 还是得聊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些 一些话题啊 感兴趣的一些社会的一个热点 那这也就是在我自己的认知的场面去聊啊 但当然了今天聊王志安呢 不是说为了这个称他的一个流量啊 就是借着王志安的这期视频的一个主题 咱们聊聊这个事啊 聊聊这个事啊 如果王志安啊 他说的这个 他说的这个话是正确的 是吧 那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一种统治的一个模式 那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咱们这个当局是团结什么呢 他不团结这些精英阶级吗 就是这些有能力的一些人 那这是不是啊 一种很好的一个治国的一个理念呢 当然是 当然是 你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你都得是精英治国 你包括进入体制内的 体制内的那些公子人员 你不管大地方的小地方的 对吧 他他就是他的这个数字 他要比本地的那些其他行业的人员 相对来讲要高一些 对吧 相对来讲啊 咱就说就是这个相对 咱不能说绝对 那你比如说你说 那北上广深 是吧 深圳什么阿里巴巴 又这个那个 跨国企业 像上海 有这个有那个 那咱也不能说那个就是绝对 我只不说一下相对 相对来讲 体制内的这些这个公子人员 这个数字 要比他所在地的那些 普罗大众的工作人 就是就是普罗大众的那些 他审查 就是他的这个筛选 要更严格一些 从学历方面啊 从这个考试的 硬试的一个能力啊 各个方面的这些综合数字 谁说公子人员 他他怎么的 他就都是吃白饭的 或者是说没有专业的一个技能 不是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 他筛选甚至有条件的 所以说体制内的这些人 他还是相对来讲 是经营 你也可以看出来 当局他采取的这种 这种手段 也是经营治国 经营治国 但是这个 他笼络这帮经营之后 他干什么呢 他是经营治国 但是是 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是忽悠的一个方式去治国 就是忽悠这些韭菜 并且呢 拉上这些社会的经营 一起去忽悠这个社会的韭菜 所以说这是这样的一种 治国的一个模式 这种模式到底对不对呢 其实你说 你偏的是把这个什么 死盆子都扣给这个当局 就说你怎么忽悠人呢 这怎么怎么样 其实你看现在啊 你比如说王子安的视频 他现在开始是反对当局的 反共的 那你说他忽不忽悠人呢 其实不也是一回事吗 就是你同理可证 你想一个问题 同理可证就可以了 同理可证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这个事吧 你用常识去分析 但是这个事 其实有些事情 就我用常识去分析 都能分析明白 但是你看 就是你看这个 咱们那个大陆 就是这帮网民也好 或者什么在网上说 表示出来的这些观点也好 言论也好 包括平时我在生活当中 遇到的一些 比如说邻居 楼上楼下的 他们的思维方式是 这种常识 他们是不具备的 所以说他们就被牵引着走 被这些精英牵引着走 精英是指到这个社会的 一个玩法 给大家怎么举个例子呢 咱们举个例子吧 我最近在这个B站上面 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船长 就做这个视频 关于什么 关于航海的一些知识 去到各个港口 怎么样 就是去各个港口卸货 装货 就这样的一个视频 看得很新鲜 很有趣 完了他们也都是 十几二十万的一个粉丝 就在B站上面 但是我看完这些船长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些船长拍的视频 为什么他们可以去讨论疫情 大家要注意 这个疫情的讨论 不是中国放开管制 就是在疫情的管控 的严格的管控之中 他们就可以 讨论这个疫情 并且就是现在 你看一看 这个微信的直播的一些频道 他现在害得说口罩的一个原因 就现在他们 就是那些 就是说白了主播吧 直播带货的货 干点这干点那 他还是不敢说 一般不敢说的 这帮人呢 应该是单打独斗的 就是隔阶上面 开一个这个频道 做点一些 做点小码 完了我谁也不敢惹 是吧 我惹不起你当局 我这啥都不敢惹 我这说话仅小胜为了 多少米 这卖多少米 我这小车卖20米 是吧 20米30米 完了我们的口罩的原因 这小车运不过去 这个物流的一个原因 你们再等一等 他就能运过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 你瞅着就是没什么背景 但是我在油管上看到的这些 就是船长 他们年薪都上百万 就这些 这社会的经营 他们可以去聊这个话题 你比如说最近我看到了一个船长 挺火的 他去对比什么呢 他去对北 对比这个各个国家的防疫 完了他是怎么说 有的国家严一点 有的国家就不严一点 是吧 可能就是去对比 走到哪个地方 说这个地方更严一点 那个地方就没有这么严 管的就比较松 你比如说走到美国了 说美国管的比较松 走到印度了 或走到哪个地方 他说有的地方就比较严 是吧 是走到中国了 走到中国了 他说那防疫呢 相对来讲就是很好 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反话 但就我个人的一个观察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不是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看那个赵立坚 你看耿爽 你看他们去说话 你听着都好笑 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 是吧 但是你能说他 就是他自己知道 自己说的是假话 但他并不是一种反讽 是吧 是由于他做的 和他说的不一致 这种滑稽的一种现象 导致的一种讽刺 而不是说他们从 不是说耿爽 花春莹 他从赵立坚 他从内心里 他要讽刺当局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因此我认为 就是在油管上 做这个关于疫情 说中国很严格的 这些船长 他应该不是讽刺 是吧 他应该是出 站在什么 花春莹的那个高度 去聊这个话题的 往来去比较一下 你看有的国家 疫情也挺严的 所以说你看 咱们国家也挺严的 都是为了保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他想表达 我认为他是应该 想表达这个意思 对吧 但这个船长姑姑娘 都搁海外年许 是吧 搁海外都买房子了 搁加拿大 都有房子 有车 有啥都有 对吧 人年薪过百万 而且还有分红 待遇什么的都 太好了 是吧 包括人家旧山环境 各个方面的这些 海员的一些待遇 然后还有另一个船长 我也看了一下 也是大伪都十万以上的 十万家 也是 但当然他是属于说 好像是国内的一个公司 国内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船长 他也是去聊这个疫情 这个事 他也能够聊 说这个疫情管控啊 怎么这么样 去发表这个言论 所以就可以看出来 你看在 就是在这个国内啊 咱们这些当局 他拉拢的这部分人 是不是社会的一个精英 或者是说高收入的这个人群 他想 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宣传效果呢 就我个人的一个分析 就是你看 有钱人 是吧 他都能够理解 你们这些社会的草根 这些韭菜 这些 在当局眼里 这些杂巴臭是吧 其实咱们这些人啊 就是在当局的眼里 都跟草芥是一样的 他根本就瞧不上咱 是吧 就咱们这个人命 咱们的生命 对于他来讲 这毛毛雨 他根本不在乎 就是咱们这些 普通民众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啊 或者是说这个 他只要能给你忽悠住了就行 至于别的就不管 知道你身心健不健康啊 能不能负担 负担得起医保 什么的去批大 他根本还在扯着 就官僚的这个体制 乱透了 所以说我特别痛恨 这种官僚的一个主义啊 你比如说以前 我看那个论美国的民主 是吧 那本书里都写的 就是没有活力 没有这个干劲 没有这个冲劲 或者是说没有这种 公平的一种 就是没有一种公平的一种 平台去竞争 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说你看这些就是 船长他能够达到 十万家以上的 就证明什么 证明他是合作法 合作的 你比如说你要是不跟当局合作 你在国内啊 你就说哪个地方出了一个事故 出了一个车祸都不可以去睡 那这个就是我对于国内的一个了解 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你看这些 油管上这些大尾 这些有钱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有钱人 国内还有一种就是 特别愿意看有钱人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自己穷嘛 国内傻子多 特别愿意看人 有钱人的生活 人家天天在吃的 什么喝着 喝着红酒啊 调个血架啊 或者是说买个什么包包啊 这那 我也思考了一下 所以为什么他们 就那么愿意看那个有钱人的生活 赛赛玩 怎么样 我其实我对于 我对于有钱人 我一点都 你说有没有羡慕这种感觉呢 我自己在心里说 你说我想不想这个 获得物质的极大丰富呢 其实我也想 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劳动 赚够满足我自己生活的一个 就是达到我理想的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要求 但你说我对于那些就是特别富有的人 就比如说在国内的这些平台 或者在海外平台 就那些特别富有的人 你说我对于他到底有多么多么的一个关注呢 没有 你就比如说我对他们有多么多么的羡慕呢 也谈不上 是吧 可能我对于生活的一个标准呢 定的也不是说特别高 就是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环境 靠自己的双手能够吃饭就可以 所以说呢 我对于这些有钱人呢 我不怎么 就是我不怎么关注他们 而且我也不羡慕他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思 对吧 你看他们的那些东西 我通常来讲 跟大家说一下我看什么样的 就是跟我差不多的 就是你比如说 我愿意看那种就是素人做的一些视频 就是像我似的 咱们就是隔着一个网上聊聊天 唠唠壳 我不愿意去看那种特别自私化的 一会儿笑一下 一会儿又 就是做的相对来讲 吵着像很专业的 就像B站那种来回剪的 完了又有什么 又有什么那个 就是穿插着那种 搞笑的一个片段 什么一整 说个什么nice 是吧 有一个老外 挤过眼 还有什么说 什么三千年以后那种 就那种穿插的一个 那个那个动画 我特别反感那个东西 是吧 我就特别反感 没什么意思 就是我看着可能年龄到了 看着比较幼稚 所以我通常看呢 就是跟我这个想法都差不太多的 或者是说 就是我这种人 他做的一些视频 相对来讲 就是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一个东西 比较简单 谈到这儿是吧 咱今儿谈什么来着 咱们今儿是谈那个 谈那个开会 开会盛宴的事 所以说你看咱们国家 就是这些 有钱人 包括这些 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有钱人吧 你也不能说 非得指责他为父不仁 是吧 你说他跟着一起忽悠的中国人 你说他不忽悠也不行啊 不忽悠他这个工作就开展不了了 或者说他这个满面就做别去了 所以说就是忽悠 这一种大忽悠 完了呢 到海外来 这王志安也忽悠那些 就是对于当局不满的 不满 是吧 就是各种忽悠 哎呀 但是我也在想啊 你说他 如果咱们当局假如说啊 就一直就这么去团结 这个精英阶级 是吧 一点不团结那些 这个老少边穷的 或者是说团结那些 就是像社会的那些韭菜 是吧 不团结他们的话 那也不行 也是很危险 但是你说让他去团结吧 你说真发钱吧 他也发不起 那最后怎么办呢 对吧 他要真发了的话 那可能他自己就少了 是吧 除去撒币的时候就少不了 所以说当局怎么想这个问题呢 我还是就是靠精英去一起忽悠吧 咱们讲究奉献 讲究奉献 我对于这个奉献这个词汇 我是深恶痛绝的 没有谁是平平白白的 就是应该去奉献 我特别讨厌奉献这个词 我就认为应该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你也别两分 你也别三分 你也别奉献 就是你 就是你做这个事情 你得这个事情的 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公价 公平的一个价格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谈什么奉献不奉献的 有的时候说当警察特别辛苦 当这个军官特别辛苦 当兵特别辛苦 那我就在想 我说哪个不发工资 我说不发工资 他还去吗 对吧 所以说你老说辛苦不辛苦 那他既然他走到了那个岗位 他干那个活 他就应该承担起自己的一个责任 说怎么呢 这个不爱红装 什么爱爱什么玩的 什么最不追星 只追什么人民解放军 你就看这些傻客 就是就在国内 你看到的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喊口号的一个东西 通常来讲都是这些 被压榨的社会的底上 这帮傻子 他去去说的 完了他自己还不自知 最近呢 你看那个 我看有一条消息 说美国放开这个 这个这个疫情的一个检测 说对话就是对于华人 对于中国大陆的旅客 放松了这个疫情的一个管控 因为什么呢 这边中国这边疫情不过去了 就是随着放开 乌阳乌阳 大家不都得一遍吗 得完一遍以后 完了这个 一看也差不多了 就放松这个 对中国大陆的游客的 这个疫情的一个管控了 完了 这个咱们那个平台底下 就很多的网民去说什么呢 说白让我去都不去 白让我去都不去 我记得以前 我跟伙伴们说过一回吧 我说就是好像我对比过 就是说日本护照保有量是多少 应该那前百分之几十来着 反正也不是说特别高 是吧 就护照保有量 反观到中国 那护照保有量就更少了 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中国是不是护照应该是 百分之十几啊 是吧 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 记不大请的 反正很少 就是而且那个护照吧 就活跃的 你比如说我吧 我以前哪都没去过 对吧 就这回我出国 我认出去我才用一回 以前那个护照就是个白本 而且中国那个护照是白本 白本的人数还特别特别多 所以也就说什么呢 基本上中国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他或者是就这么个 这么个体量啊 他连护照都没有 他就是扣嗨 我才不去美国 其实他哪都去不了 是吧 他去他 他去他越南老挝柬埔寨 菲律宾他都去不了 为什么 他没有护照 他压根可能办护照那个费用 他都不舍得逃 那二百块钱的都不舍得逃 就是这一部分人他在网上进行活跃 反正人嘛 这个中国人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也要脱离中国人 所以因此呢 我也是非常的激动啊 澎湃 我可能转换国籍的那一天呢 才是就是 我觉得我人生特别完整的那一天 我感觉挺好 比如说我要能 我争取吧 是吧 争取能够在在未来的几年呢 反正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手续啊 这也需要于以这个年纪的就比如说你要讲改换你这个国籍 你彻底跟你这个母国脱离关系 这还是有有一定时间 是吧 我就争取 是吧 我争取 我争取尽快 是吧 那个时候呢 我也把我这个 如果我要改换完国籍以后 我也把我的新护照啊 给大家看一看 是吧 把老护照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持有的这个护照呢 就就就就住宵了是吧 住宵了 住宵之后 我不知道这个护照是他给减一架是是收回去啊 还是怎么 还是我自行销毁 要自行销毁的时候呢 我也拍一个视频啊 就是留一个这个留一个纪念 留一个销毁的这个纪念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对于国内的一个看法 我跟国内的这种文化啊 包括这 包括他们这个价值观呢 是不相容的 我跟 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这些中国人去进行交流 很难进行交流 我也不管你是喜欢当局的交 当局的也好 或者是说你讨厌当局 但是喜欢王志安的 我觉得我跟这两两部分的这个群体 没有什么交集 一点交集都没有 就是他们这部分人呢 就是 特别的盲从 是吧 要不然就讨厌的特别狠 要不然就是骂的特别狠 要不然就支持的特别狠 就是盲目的 要不然就是骂的特别狠 但王志安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在国内的口味还是不错的 有一天有个人说 说王志安在海外才挣七块钱 七美金一个月 完了底下人都说 我还挺爱看那节目的 他说你这太扯了 是吧 你这就是一个营销号什么样 你像国内的那些营销号 他不管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 完了 他不管你这个是不是真的 但是只要是能刺激人去看他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种营销号的一个做法呢 我是比较讨厌的 而且我也不会去关注 因此啊 就是你看那个王志安 他在国内 他也挺得人心的 就一部分人 你看那 有一个人说王志安在海外就就就挣七块钱 底下的人纠正错误的可以啊 但是有的人老是愿意说 我挺喜欢看盲局的节目的 或者是说 我觉得他在海外是个良心的 怎么怎么样 就是就这么去看 所以你看啊 就是你看中国人去分辨那个真假人的一个能力 他非常非常当盲从 他能够认为王志安的视频特别的重力 或者是说认为王志安的视频 体现了中国记者的所谓的一个良心 就这些东西 对吧 就这些东西 他看不透 你就包括王志安啊 他在日本 他说前两天他受到了歧视 什么歧视呢 就是说他在租这个工作场地的时候 说 我跟一个日本人说 说我这个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 怎么怎么样 而日本人说 那行啊 那你 但是你这里头你是哪国人呢 你有没有说外国人工作 他说有啊 我是中国来的 怎么怎么样 完了 那个 那个房主就没有租给王志安 然后王志安呢 就找了下一家 完了进行一个 繁琐的一个手续 最终把这个他的工作的地点 租到了 那么这个呢 王志安就说 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呢 我在日本受到了一个歧视 说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不把这个房子租给中国人 我看完这个以后啊 我就完了 大家想一下啊 就是如果你认为王志安的价值观就是特别正确的 你认为他是一个特别有分辨什么事实能力的一个人 就特别牛的 他是具有逻辑思考能力的一个人 你想一想他说的这句话 就是他表达的这个意思 说我只能忍了 对吧 我只能忍了 王志安说了 我来日本我也受歧视 我也只能忍了 你看王志安想打造的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啊 王志安在油管上打造的就是一个苦媳妇的一个形象 就是说什么呢 嗯 就比如这么说吧 就比如说你在中国 中国怎么说呢 比如说 大陆这边是老大 是吧 当局是老大 他有大老婆 二老婆 三老婆 对吧 完了 王志安是个小妾 而有一天呢 这个老大看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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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么说 这家主看到了 是吧 大老婆 二老婆 三老婆 都挺听话的 说话都挺好的 这小妾呢 他也 也听话 但是呢 就不喜欢他了 是吧 就感觉看腻了 是吧 觉得他不好看了 不美了 就给他提了 就一脚给他卷走了 卷走了以后呢 小小妾呢 就受不了了 他就去街上去跑了嘛 街上跑 跑跑跑啊 一边跑呢 一边苦 大家可怜可怜我吧 你看我被老爷给逐出家门了 我这 我这是小妾呀 我以前指着老爷生活呢 这 以前老爷疼我的时候 一年给我多少多少钱 现在不疼我了 我受不了 呜哭 完了 这小妾跑跑跑 完了跑到另一个这个城市了 去另一个城市 一看你 你连个老爷都没有 是吧 没有靠山 没有背景 完了 可能就爱欺负了 爱欺负 这小妾就说 你看我在这异国台上 这都是我老爷欺负我 就给我修了 你要不修了我 你说我是不是跟哪个地方 我就是天天陪着你 说咱们我还能靠着你 我还能吃啊 能喝啊 能啥的 对吧 对吧 就是还怀念个老爷 那个就是温存的那个 那个美满的那个生活的时候 是吧 还怀念那个时候 所以就是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吧 就特别有意思 哎呀 我记得我以前 我好像说过一个事啊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 哎呀 就是啊 对我以前说过一个事 我就说这王子啊 这些海外的这些 就是骂当局的人 其实他们是最怕这个当局倒台的 如果当局一旦倒台了 他这个自媒体事业就进行不下去了 是吧 他就进行不下去了 你像现在呢 他可以举起人民的大旗去骂 也去什么 你要真的是 假如说这民众有投票了 或者什么呢 你说你骂啥呀 对不对 还能显得出来你什么大半算呢 那国内的那些 那会骂的是吧 这是有的是 那白眼松不会骂吗 是吧 小崔不会骂吗 还有谁呢 还有水军义不会骂吗 那有的是会骂的 显出来你是个什么呀 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你说这个王志安以前 说在国内多火 我真的没觉得他多火 当然我知道 他是这个央视的 以前的一个记者的 依靠央视这个平台 但是你说 你说在国人的心目当中 咱这么说 崔永元 水军义 白眼松 是吧 这个是算比较厉害的吧 是吧 这央视的这些人 还有泥皮大姐 咱就是 当然咱们这不涉及 这个什么 就非得不仅仅设计政治 这个啊 泥皮大姐 这基本上咱都知道 当那个执行姐姐 那个样子 基本上也要赵农祥 所以说你看 这阴似的也就这些人 包括大三 就是那个加拿大的大三 我觉得都比这个王志安有名 就在我的心目当中 所以说王志安 他在这国内 他也不是说什么 就是 怎么了不起 怎么了不起 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 粉丝 我可能会 夸大他喜欢的人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能力 你比如我喜欢 板井泉水 我那前 跟那个 网易 网易音乐 听那个 板井泉水的歌 我就看有人评论 说什么 说这个 板井泉水姐 板井泉水啊 这个姐姐 从来都没有过绯闻 非常非常的低调 完了 也不 也不做采访啊 也不怎么怎么地的 完了 就是好 就是好 唱歌还好听 就是 就是 就是他说这一段以后吧 其实我 我觉得 就是你把这个人 捧得越高 就 就是 你更容易 就是 招 就是招黑 是吧 你把什么东西 捧得越高 这玩意 更容易甩下来 所以说 人无完人嘛 我跟大家说一下 板井泉水啊 板井泉水不是说 一直是这种 就是这种 这种形象的 板井泉水的这种 低调的一个形象 也是说这个 他的经济公司 给他 给他弄出来的 包装出来的 板井泉水不是说 那个 就是 就私底下 我 我看到过啊 就是私底下 有人说说 板井泉水啊 还是相对来讲 比较活泼的 不是说像你 整那像贼裤 那个样子 他不搞那个摇滚的吗 所以说 整那个裤裤的 那种形象 平时呢 也一般 也不怎么 不怎么跟人交流一样 是吧 那不交流怎么创作 所以说板井泉水 私底下 还是一个比较活泼 活泼的人 再有一个 说他不愿意 面对镜头 不愿意上综艺节目 他应该是有 这种这个 我觉得他可能说就是 他可能不善于这个镜头的一个表达 他善于有这个方面的一个才能 他就没事就上一上 所以我认为他不善于上节目 对于他来讲 对于一个艺人来讲 这是一个弱项 是吧 就像你不音源 你这说不好普通话一样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弱项 再有说说他怎么冰情郁节 说以前没有过绯闻 板井泉水以前啊 就是没唱歌 没红之前 他干过什么 干过那个 应该是卖过房 再有一个呢 他拍过那个泳装的那种写真 也是 对吧 也是薄楼透 他也拍过那个 并不像你说的 他怎么的就是 那么那么的像 像大家鬼秀一样 是吧 他长得是大家鬼秀 但是他也拍过那种写真 就跟日本的那些演艺明星啊 他出个写真集啊 拍的薄楼透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说这是什么东西 你不要是过于的去 说这个人 怎么怎么样 都是人 都是没有那么完美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你说 那些有钱人 我也不羡慕他的一个原因 都是生物 都是人 也别觉得谁都比谁 怎么高人意的 对吧 也没什么意思 有钱怎么 对吧 没钱又怎么 咱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大地上 有钱就多花点 没钱就少花点 能润就润 润不出去呢 想办法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有的伙伴说 谈一谈你怎么润出去 什么 这个以后我肯定会说的 是吧 等我觉得这个 相对来讲 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 再一个 这个 我再多了解 了解点这个 移民相关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因为我的方式和方法 比较单一 那万一有的其他的伙伴 也需要其他的方式和方法 我也去了解一下 你比如说我去 我可以打听打听 帮伙伴们去问一问 但其实现在国内的这个渠道 包括移民的什么 只要你想出去 一百度都能出来 他这个不是说一个 多么多么难的一个事情 还是比较好出去 扩户 有钱 是吧 你扩户有钱 你怎么的也得准备点钱 是吧 你说你说去 加拿大七八十万 说去美国一百万 他拿不出来 那你五六万 你总能拿出来吧 你五六万 对吧 你劳务输出 我怎么样 你干一干 不也可以 就是这个 看你想不想出去 你想出去逼急了 怎么这都能出去 你看有的时候吧 就是 哎 有的人吧 就是老问我 我应该干什么 是吧 我应该 我未来应该怎么样 你帮我规划 规划怎么样 其实我也 我真的不用 不用规划 这个就跟你学游泳一样 我个岸上怎么教你 都不抵我 一脚给你踹水里去 你知道吧 你求生的本能就告诉你 你该怎么游了 就不用说 我在个岸上怎么教你 知识 你个岸上学的再怎么好 你不下水 屁用没有 对吧 这就是学游泳 学游泳你就得下水 你就得改变 你比如我想出国 那你就得改变 是吧 没钱 没钱打工挣钱 对当局不满 对当局不满那就润 想尽一切办法 你肯定行的 你往这方面努力 你花钱 或者是怎么样 你怎么的你都能出去 还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除了疾病 什么爱情 爱情现在花钱 好像都能买来了 钱也能治病 这个就别这么说了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基本上钱 现在约等于万能的 你基本上想干什么 都能多沾点钱 都能干什么 所以就是这回事 有的时候你看 你看问题吧 你两方向你堆立 是就比如说 同样看这个 看着一个水杯 有的人说这个水杯 保温性能好 说它轻便 有的人说它太轻了 不节制 是吧 我花一百多块钱 买一个水杯 二百多块钱 买一个水杯 这么轻 你给我偷工减料了 这就是不同人眼中 对于一个水杯的 一个真实的看法 我这个没跟大家开玩笑 这个水杯 我真的在评价里头说 说这个 这个虎牌水杯 什么made in china 你这玩的假的 对吧 你是日本的 但是日本的品牌 但你搁中国照的 你骗我了 你卖这么贵 好像卖一百七十把 是吧 一百七十把 太贵了 太贵了 不一样 你骗我 有的人说太轻了 不好 太轻了不好 也就不厚重 保温性能不好 巴拉巴拉 所以对 有的人就说 哎 好轻啊 我带着很方便 非常好 日本的品牌 果然是大品牌 所以说 这也就是在不同的人的眼中 就同样的一个东西 它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这些看法 有的特别傻 就是特别幼稚 你比如说 这个不够重的 那怎么的 那给你整个一个 那个特别厚重 你要打仗吗 还怎么的 防止抛弹皮 给它崩坏吗 不怎么轻便怎么来吗 就是这回事 那你要不要你买这个 孟重丽 这个水杯干什么 你不看一下介绍吗 而且还说什么 made in China 不行 必须 made in日本 那made in日本 你200块钱 就200块钱 你能买下来吗 对不对 日本卖什么东西不贵啊 那手工钱 什么不贵啊 这卖你178 对吧 这还挺便宜的 是吧 将近200块钱 这样的 一个水杯 你日本人给你 造一家 那不费了吗 对吧 一下来变400 我就打个比方 都不见得是真这样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是有很多的 日本的这个厂商 他都把厂商设在海外 比如越南啊 什么中国呀 还有其他的地方 然后菲律宾 你像我买那个 索尼的那个相机 对吧 就给大家录制 视频的这个相机 它那个充电插头 就是搁菲律宾做的 菲律宾做的 所以说呢 这个 就是每个人对于问题吧 他所处的层次不同 他看到的问题的结果也不同 但是这个 这个本都无所谓啊 就是喜欢这个水杯也好 说得清也好 什么made in China 不对也好 怎么都可以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讨论的一个范围 但是大家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你看国内的这些 所谓的富人或聪明人 还有这个 像王志安这种人 包括比王志安更甚的那部分人 你看他们去讨论问题 他们完全都是单向的一个输出 就跟那个一个 一个方面去说 就是视频非常高度的一个统一 高度的一个统一 那有的时候我就想说了 那这个东西 他确实是轻便 是吧 他轻便可能 他就没有那个重的耐甩 他假如厚子点 是把往地上光价一招 又弹起来了 啥事没有 但他轻啊 一招可能一个坑 这当然是他的缺点之一 你也不能说 那个人说的没有道理 但当然对于我这种 生活比较仔细的人 他就基本上不能够算 是吧 所以说我不在乎 我觉得就可以 而且我选他 我就得看介绍了 就因为他轻我才买 所以说 所以说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在中国人的这个价值观当中啊 就是你不是这面的 就必须是那面的 就是不能够好好聊天 就是不能够好好聊天 就不管多大个半吧 是吧 你只要在想在国内混 你就必须跟当局合作 给当局跪下 你比如说你说疫情 是吧 你说疫情 你得比较啊 你比较世界各地的 你看一个船长 年薪过百万的 能骗大家吗 是吧 骗逼 骗逼上那些小孩 小毛孩 那些小毛孩 你说这 那个 怎么说呢 说学历第一 钱包比 年龄小 是吧 这B站的 普遍的一个特色 这还是陈一发总结的 是吧 挺厉害的 所以说 所以说你看啊 就是咱 咱又说一个陈一发 所以说你看陈一发 他这个女人呢 他 我认为他在总结方面 在聊天方面 他能够聊也许 你不管他聊的对不对 他起码是一个 能够 讨论 就是说话的一个逻辑 我可以不喜欢 陈一发的一个观点 但是他说的 不是那么的 就是 就是不是让人一挺 就就就就特别假 是吧 就特别假 你像王志安说的 就特别假 你像国内的这些 所谓的大为 关于疫情方面的 一个报道 就特别假 那他不知道 美国什么样 他天天去 而且下了这个港口 还可以旅游 溜的溜的 公司老派的去美国 什么的 接船的 或者干什么 他不知道美国什么样 就算我没有去过美国 我跟大家这么说 我将来肯定得去美国 一定得去美国看 咱不管这旅游 还怎么 咱肯定得去 是吧 还是说半移民的 或者怎么样 肯定得去 就是美国那个国家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有的人说 美国也张万岔 是吧 到哪地方 也有那个紫穴 什么的 我说 哎呀 我有的时候就在想 咱们这个 咱们就是 就是挺爱这个 笔烂的 就比如说 你像我说 日本干净 人家也说 这日本也有 那个迈特的地方 是吧 日本也有迈特 你看 那我这么说 既然你这么说 你说日本 也有迈特的地方 在中国也迈特 或者美国也迈特 是吧 中国也迈特 那咱们就说 那为什么 人家 人家有一个小姑娘 说了 说美国的空气 它都是甜的呢 对吧 那你说 日本也迈特 日本也迈特 为什么 哎 你看中国的经营 就是中国的经营 都跑到日本去了 说日本百分之六十六的 这个高技术人才 都来自于中国 是吧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事 都为啥 日本的高技术人才 是吧 百分之六十六 都来自于中国呀 你怎么解释 国内那个人可逗了 就是国内 国内我就发现 那些做做做 做那个自媒体的 可会说 所以因为啥呢 这叫人才的外溢 你看你看 你看这张骗子啊 还会用词呢 叫人才的外溢 是吧 你就说人才流死 不就得了吗 还有外溢 外溢它想表达什么 人才多 中国用不下的 都不惜的要你去吧 你搁中国找不着工作 去美国吧 去日本吧 人才的外溢 那意思 就中国人才 杂把臭都出过了 你知道吧 就人才太多了 这用不了这么多 杂把臭 搁中国技术不行 那全出过了 你们走吧 别让咱们内卷了 咱人才过剩 你发现呢 就是你每每你各国内 看到这种消息 都会哈哈大笑 是吧 你包括他们分析的 这些做公众号 都是假的 就是虚伪的 什么叫人才外溢 其实你看他们 他们这部分人啊 就是做这些公众号的人 他们掌握的 他们 我觉得他们能够 这么去思考问题 去想这个问题 就证明什么呢 呃 他们 他们是一个职业的 一个写手 但是他们这个文化的 一个层次 相对来讲 非常非常低 而且就是很容易 就让人家看 看破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吧 中国以前有一个叫千人计划 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千个人 对于中国来讲 太重要 所以说呢 我要把这一千个 移居海外的 在海外就比如说 不管你移民也好 或者是做科研也好 我给你请回来 我用什么招 我都给你请回来 是吧 反正你只要谈条件 我就给你 就是这样 这个千人计划里头 就有一个人 叫黄大年 是吧 黄大年的科研经费 他回国啊 就是他 他的科研经费 能够抵得过吉林大学 所有老师的科研经费的总和 可能还要成一二 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就是你比如说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比较厉害嘛 对吧 还有其他的什么 什么数量经济学 还有什么玩意儿 就这些所有的 比如物理方面的 什么这个那个的 就是这些所有的 加到一起的一个总和 吉林大学是一个巨无霸了 因为他是很多所 这个学校整合 最终归到什么吉林大学 他前省呢 有很多的学校 或者整合 回到吉林大学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到 他的科研经费 到底有多少 但黄大年一个人 就能抵得过 所有的这些老师的经费 就他这一个人 就能抵得过那些 这叫人才的外溢嘛 人才的外溢 要外溢了 为啥还定了个千人计划呀 不就是因为这部分人 太重要了吗 但是他跑了 我给他拽回来嘛 我不管给钱 那是什么呢 我给拽回来 那你以为 为什么要宣传黄大年呢 对不对 不就因为他回来了吗 打个样嘛 做个宣传 你们的另外的999个人 你们要想回来 我也给你挣些钱 你回来吧 是吧 谈一谈 做个宣传嘛 那为什么做宣传 那不是因为人家不爱回来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是你看 说这个人才外溢的人 他就是一个做公光号的一个写手 就像做那个 比如做小实验 日本的 为什么 同样是这个分达是吧 可口可乐公司 你为什么中国的分达就有色素 日本的分达就没有色素呢 对吧 就做这种对比 大家可以去那个B站去看啊 这不就是一种营销号的一个手法 当然很有市场啊 完了人家有的人出来做视频了 说韩国的也有色素 完了那个香港的也有色素 但日本呢 里头加点果汁 用的什么胡萝卜素 不怎么样 又牵扯什么小分子 大分子 所以说 日本那个相对来讲 色素少点 还怎么样 咱不探讨那些问题 就是说 你说做这个视频的这个人 他 你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学问也好 或者怎么样 就是可能看别人做 我也就做了 只要能煽动起这种民族的这个情绪 美国企业就是为了害中国人 是特斯拉 你看啊 是吧 就可以了 这就是有流量 你看中国人嘛 老是想 还说 谁都要害我 大家发现没有 就中国人走到哪儿吧 都会合理 别害我 别害我 都是这样 这种心态 是吧 你想一想 就做这个视频的人 那眼睛 美国企业 为什么要害你 你包括海添酱油 是吧 你中国 那海添不是中国自己的企业 为什么 卖到日本的酱油 就没有那么多 科技狠活 怎么你搁中国那个酱油 科技狠活那么多呢 开始 巴拉巴拉 说一堆啊 这 完了 海添酱油说了 说 我们的都是国标的 都怎么怎么样呢 出来一顿 一顿 鼠 还有也是鼠 说日本那个酱油 卖的贵 中国的卖的便宜 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 我觉得 这就是 就是人惯 就是 就是中国老百姓 能够接受 你不要探讨这些东西 我跟你说 中国的老百姓 犯事啊 就宁可 我不用酱油了 只要你里头 加科技混合 我就不买 你看看海添酱油 明天 他肯定想办法 把那个给你去除 就像转基因一样 我也没听说 这个转基因 客人员把转基因 打败之后 怎么的 怎么的 那个什么 那个咱们吃不上东西了 是吧 什么大米涨价了 是吧 非转基因的 就涨价了 是吧 吃不 咱吃不起 非转基因 豆油了吗 没有 所以说呢 为什么海添酱油 加这个 一个是 有可能是 为了降低成本 再一个 就是你中国人不 不挑 所以说就是这样 你被愚弄吗 海添酱油是资本吗 他不大佬吗 就类似于像那个参加会议的那些什么资本家吗 像腾讯呢 百度啊什么呢 百度是多么烂的一个搜索啊 大家心里没点数吗 是不是 所以说就是中国人给惯的 你包括中国人现在的什么教育教育啊什么这个医疗啊什么这个都不行是吧 都是中国人给惯的活该是吧 没有那你说你那你你这样你还不知道出来那个叫唤叫唤要一要吗是吧 你起码你个网上就形成一点舆论或者怎么样啊 你说当局控制的那个什么 控制的很 那你要都一条心的话明日什么都把微博浴泄了 我看微博哭不哭 他能封几个呀 不是因为他封了这几个人以后他不影响他业绩吗 对吧 把这几个人封了以后他其他也无所谓 照样用的企业照样盈利吗 不就这么回事吗 你假如说啊就是比如说你比如说不管他支持当局的也好反对当局的也好不有一句话吗 那句话就说的挺好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试试捍卫你说话的一个权利 对吧 你你你假如说所有的人都说你必须给反对者一个声音 对吧就中国老百姓是吧 那帮战老五毛粉红哪天那个智慧开启了 说啊我们是虽然支持当局但是也要给反对者一个声音 你们要是就这么这么干反对者的话 我们也不上网了 你对吧 明天微博客户一个没有他立马就破产了 所以说这都是这个都是人贯的 中国这个社会就是这种现象 谁也解决不了这种现象的一个产生 谁也影响不了这个现象的一个结束 这种现象什么结束呢 我觉得必将结束 但咱们这一代能不能看到呢 或者咱们下一代能不能看到呢 咱们不知道 是吧 你只能说什么呢 我跟大家这么说 就是靠忽悠去治理 他通常来讲忽悠什么人呢 忽悠那些没知识没文化的人 你包括到体制那些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其实他知道是什么回事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尤其你像那个船长 他全世界各地跑 他不知道国外什么样 对吧 你包括他加入的这个企业 都是台子的企业 而且你可以看到台子的企业 就是比国有的这个相对来讲 但是我没有做过调查 但是我确实看到台子的那个 那个企业叫长荣 他比国内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海 好一点 就是舱内的那些设施 什么好一些 咱也别说一点了 他给国内的企业贴近了 是吧 应该说是好 有一定的一个差距 这差距呢 还不小 说好点不确切 刚才那个 我得我纠正一下 好不少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 这个可以就是看出来 这个船长什么都懂 孩子呢 跟北美上学 那你这还不 还不明白人家的意图吗 对吧 虽然人家也谈这个防疫啊 人家也跟油管上面分享分享啊 或者是说这个 跟这个当地的海事局去合作 拍点什么航海的教育宣传片啊 但你要知道他 他背后他想站在什么样的一个 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就是他真正的内心 他是去怎么看待中国的 他是怎么去看待中国防疫的 或者是说什么呢 他是怎么去做的 你看这个人吧 你就看他把他的孩子放在哪里 你就知道哪里好 你看看有钱人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哪里 你就知道哪里好 就三盘都留学瑞士了 你还想 还聊啥呀 咱们 对不对 你没有什么可聊的 三盘都去瑞士留学呢 你能说朝鲜好 所以说这个就是 你看国内的这种现状 就随着国内的这个教育水平 越来越高吧 咱们随着这个少子化 老龄化的一个假剧 老年人这波啪啪啪 就过去没有介绍文化教育的这部分人 慢慢慢慢就这个走掉了 是吧 慢慢慢慢你随着这新成代的一个到来 文化尝试越来越越高 接触到的这个外界的讯息 就是越来越宽广 其实你说个国内翻墙 翻墙不是一个难事 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发 愿不愿意去花这个钱 或者是费这个劲 是吧 你不花钱就费劲 费劲呢 这个确实很费劲 是吧 确实很费劲 那费劲就不花钱 所以说这个翻墙有很多种方法 就看你对待未知世界 是不是特别喜欢 或者是说特别像 那这种这样呢 你才能够 就是你有这个动力 去了解这个世界 当中国所有的人都愿意翻墙了 对吧 都愿意翻墙 都翻了 中国人都翻以后呢 我跟你说 这个墙就没了 是吧 他这天都翻 他还扯啥弹呢 他打击个屁啊 他谁也打击不了了 是吧 就像所有人都揭竿而起了 都把墙给拆了 推到柏林墙了 是吧 那他还扯什么弹 就是看这个国民 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随着我认为啊 就随着人的普遍教育的一个提高 他这个民智的一个开启 他就是会慢慢慢慢持续的 但是你不排除啊 这个当局为了稳固他的政权 他可能会限制 限制受教育的一个人数 是吧 你比如说给大学这个学位啊 他控制 他不扩招了 你像他慢慢没事扩招 扩招 其实是一个好事 你包括研究生扩招啊 他抵抗 对抗一下这个内卷 对抗一下就业男 我认为这些都是对于 以后啊 中国民智的开启 它是一个好事 你不管大学怎么进行 政治的一个思想宣传 我跟你说 你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他干出来的事 他没有那么恶 对吧 就即便他是拥护当局的人 他也没有那么恶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怎么 就像赵立姐那帮人 就是揣着明媚装糊 咱不能说赵立姐他们没有文化啊 就我认为 就现在随着时代的一个发展 这个年轻人相对来讲 能够越来越好一点 就好一点 慢慢慢慢逐渐的 把这些老的这帮说假话的人 去去给他们处理掉 去给他们处理掉 但这个在中国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但当然那随着当局这个 道高一尺 谋高一丈 你看着这种自由化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形成 那当局可能会采取更压力的一个措施 对吧 特别压力的一个措施 你比如说应对这个言论的事 你比如说寻衅知识 所以说 那这个寻衅知识的罪名的一个成立 是吧 大家都知道 这是说这是一个口袋罪 你动不动就寻衅知识了 那你说 你想一想 这个 他怎么去管理 他未来的法律会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管理这个民众 也不可 也不好说 但是我一直认为啊 就是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一个看法 就中国人啊 就是再怎么被奴役 他就再怎么能够忍受这种暴力 是吧 忍受 连坐都有人支持 就现在这个社会 还有人支持连坐 就是这个东西 就再有人怎么支持这个暴力 支持这个连坐 我觉得这个 这也一定是少数派的 你就比如说 你看有一些特别爱国的那些粉红做的一些节目 面对 面对新时代的一个到来 他其实他也说过一些就是反话 你不应该这样对吧 你这不能够 不能够长长久久嘛 你不能够老长长久久嘛 是吧 咱们也需要这轮一轮嘛 是吧 他也说过 就在油管上面 我都看过 大家想一想对吧 你想一想 他这些战狼和粉红 就天天骂美国那帮人 他不是没有这种恐惧的 或者是说没有起码的一点 跟自由派的一个一个共识的 起码在长长久久这一点上 这个左派和右派 有一部分人他就达成共识了嘛 就不应该长长久久嘛 所以就是这样 我那下看的一个就是 隔游网上叫这个 叫什么网上 一个人呢 就出来天天骂美国 是吧 天天骂美国 就记不清的名了 但是他对于这个长长久久 他不同意 是吧 说的非常隐晦 说这个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是吧 就没有说我支持 我怎么怎么 跟美国干的 跟台湾干的 我支持我支持 但这方面 算了 你看没 跟美国干 跟台湾干 他不上战场 但这个呢 能够影响他 是吧 长长久久 他会影响他自己 他也害怕 他害怕 谁不害怕 你现在这个社会 对吧 你看三胖 三胖就是那么个效果 他是真是是长长久久 所以说 所以说你看这些 就是粉红的战狼 他们的说话的时候 他们也害怕 所以说这个长长久久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中国人呢 什么时候对于这个说话 能够消除这种说话的一个恐惧 我认为这个国家就能够 就进步一点 你比如说 啊小宁你说话太太太太 那什么了 是吧 太过急了 小心点小心点 我非常同意这个伙伴的说话啊 就是说 对我的一个关心和爱护 我非常非常的理解 非常非常的理解 但你说吧 这所有人都不说 就像这么样眼晦的说 也不敢说 那你说这不 有的时候就觉得 这更完了 是吧 那你不说 我不说大家都不说 不说不说都不说 完了最后 就就就就这样 是吧 所以说你 不让我说的伙伴呢 我也挺感谢他们的 确实 确实非常那个替我着想 但你说我不说吧 我又憋不住 是吧 所以说呢 那只能权衡吧 对吧 咱们就是插这边的说呗 打个插边球是吧 在这个红线的这个边缘 徘徊徘徊 咱也别往那边走 是吧 咱徘徊一下还不行 插个边还不行 碰个词 那还不行 所以说呢 我也是这个 接受伙伴们的提醒 是吧 确实好意 所以说咱插边 咱别往那边走 当然可能新时代了 咱那个 咱话说回来了 长长久久 可能还是有意义的 是吧 咱们这个长长久久 跟北朝鲜 那个是不一样的 毕竟人不一样呢 对吧 咱们宪法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咱们还是 具有咱们社会主义的 这个优越性 所以说咱们长长久久呢 和人家长长久久 可能有本质 有本质上的一个不同 所以说呢 还是不错的 所以因此呢 你看这伙伴们 我也 对吧 你看伙伴们提醒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也会把话 这个给喇回来 是吧 喇回来 咱导一导 你看那 沿着那个哪 德国 你看沿着默克尔 是吧 长长久久 是吧 你看人家德国多好 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是吧 你看那斯拿南说的多好 哎呀 其实 你看啊 他就是 你看司马南比较问题吧 他比较的 就是偷换概念 对吧 你 对吧 他比较结果 但他忽略过程 有的人呢 是比较过程 完了忽略结果 就是给你偷换 就是这样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咱们就做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